一架小型飞机今天下午在雪州沙亚南附近的奥米纳镇坠毁 导致至少10人死亡 包括彭亨州行政议员佐哈里哈伦 佐哈里哈伦是失事的飞机乘客之一 这架飞机当时共载有8人 包括6名乘客和2名飞机师 雪州总警长胡仙奥马透露 这架飞机从弗洛交仪起飞前往舒邦机场 在大约下午2点50分坠毁 同时撞到马路上的一辆轿车和一辆摩托车 一段社交媒体流传的影片显示 一名车主的行车记录仪拍下了飞机坠地的瞬间 爆炸起火的场面十分害人 事故消息传出后 彭亨州议会议长莫哈默沙卡和西蒙文东国会议员雪夫拉 在社交媒体贴文证实 佐哈里哈伦是罹难者之一 佐哈里哈伦也是伯朗爱州议员 他在彭州行政议会掌管地方政府 房屋天然环境及绿色技术事务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